我们要护持佛陀的正法 但是千万不要为了个人的一点病痛 师父啊 你来我们参加 台长来也去啦 看这样病会不会好 我说你就怀疑他有一点 不是说台长不好 他对佛法还不是很深入了解 没有受过一个正规的训练 他还有进步的空间 只是要给他机会 但现在还不适合 并不是每一个出家人都是代表正法 何况是在家居士 所以我想在这一点 那各位才会坚定 不然有时候私底下问我问题 师父我跟你讲 那个师父给我说 就这样讲 我说佛陀什么说 不是那个师父说 是你自己没有深入经账 去了解佛法 都讲那个A师父说什么 B师父说什么 西师父说什么 到底我要听哪一个 那这是你自己的问题 因为你没有对佛法有正知正见 所以各位不能爱惜自己的道场 爱惜自己的 我是属于这个道场 我是属于那个道场 你的道场不见得正确 法是永恒的 正确 我们才去修行 因为你邪见了 你做了再大的功德 都没有用 都浪费了 会让你更有福报 但是你还是依然邪见 那你会很可怜的 所以我想这一点 很重要 为什么我们要往生净土 那个地方没有这个问题 这个世间是五卓二世 见卓烦卓 对不对 知见都有问题 烦恼很多 命卓 不圆满 但是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欧弥陀佛十方三四佛 欧弥陀佛第一 就是欧弥陀佛跟这个世间的缘分 特别殊胜 但是我们既然愿意往生 就应该追求上品上升 一定要 这个才是让欧弥陀佛最高兴 发起跟欧弥陀佛同行同愿 所以我们这里面有念 生已即刻登十地 所以各位要努力努力到 往生净土的时候 上品上升八地 马上花开见佛十地 十地以后累积质量变成补助菩萨 就要趁愿再来 将来等着机会去兜算那一院 正式成佛 你成佛了 阿弥陀佛最高兴 阿弥陀佛就希望我们赶快成佛 大家一起来分担这个世界的苦难 那你到了十地以后 你就可以变成 不是一个 一个哪有时间 你要变成百千亿 所以他就要化身十方 你可以化身十方世界 去利益众生 利他行 这就是极乐世界的好处 所以前面 求生净土 齐恿文是赞叹极乐世界的庄严 不要有障碍 后面呢 后面是一种实修 我们要真的按照这样去 随喜实修 达到十地菩萨 愿自己跟众生 真实的发愿往生西方极乐世界 就像我现在在跟各位讲 不是跟人讲而已 那些孤魂野鬼 那些天神 那些阿修罗土地公 等一下 全部念完 品位高升 直接上品 这样 你不能怕 不能怕 所以我去帮人家助念回来 有时候时间不够 我会再继续观想 他的中阴神跟着我 我继续跟他说 这样对我帮助很大 对对方也有帮助 一级一切 所有刚死掉的中阴神 都要跟他一直说法 但是你说法是有菩提心 而不是你的口才好 跟口才好没有关系 因为真理是超越语言文字的 是一种感动 对不对 你口才再好 你不爱对方 对方讨厌你啊 对不对 妈妈口才再不好 但是我们知道妈妈爱我们 我们就很感动 我们的那敌意就不见了 对不对 所以我想各位 不要讲口才不口才 这些没关系 是你的悲心 你对对方的关心 真实希望对方成佛 所以我们也要 很认真的 向追求成佛之道 来感动对方 这个叫菩提撒多 以菩提来引导自己 以菩提来引导友情 教化友情 叫菩提撒多 这是最重要的 好 生命的力量来自于爱 慈悲的奉献 就仅帮助众生 离苦得乐 所以生命电视台 带着大家吃素 放生 失食 救苦救难 到处去利益众生 愿大家多 护持生命电视台 让佛陀的智慧 让佛陀的大悲心 充满这个世间 护持正好 1996-5232 1996-5232 顾名 生命文化基金会 优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大家好 我是嘉一科 许树华医师 为了要落实防疫措施 入境民众在过去14天内 有特定区域旅游史 反过登机前 请记得完成 旅客居家检疫场所 电子申报凭证 只要具备任何一个条件 就应该要申请入住防疫旅馆哦 第一 同住成员有65岁以上长者 6岁以下幼童 或者是慢性病患者 第二 家里没有含卫浴设备的专用房间 如果亲友需要入住防疫旅馆 反过前 可以先利用台湾旅宿网的防疫旅宿专区 洽询各个县市的服务窗口进行预定 如果没有如实申报资料 或者是需要入住防疫旅馆 却未依规定入住者 最高可以分别处15万和100万元的罚还 请配合政府防疫政策 守护健康安全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联盛 前面 — 中文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作曲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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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李宗盛